全世界都在押注美联储9月份会进行降息操作 那么这个靴子周四就要落地了 随着降息预期的影响 黄金创造出了历史新高 很多的资本都把黄金当做一个避险资产去配置 甚至一些激进的投行 比如说花旗美银 把整个的黄金估值提高到3000点 而资本市场也做出了一定的反馈 比如说美债 可以说美债结束了这种倒挂的情况 而且现在的价格在持续的下降 那么也就意味着 现在市场还在博弈到底是降25个BP点数 还是降50个BP点数 而整个的美股的反应 你会发现在上一周的情况下 都是很低端的一直先是给你示弱 最后在后半夜的一个时间再给你走出反弹 可以说美股其实成交量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减 而且星期五的话也是美股的三无日 周四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到美联储具体降多少 那么对于我们的影响有什么 可以说在前几天的话 美国又说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加征100%的关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全球消费市场到底是如何了 首先我们中国往美国出口电动汽车 可能一年的时间里也就1万多辆 我们整体每年大约出口100多万辆的新能源汽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现在这个节点的话 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接受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美国接收的是比如说特斯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代工 比如说什么沃尔沃 阿富特 然后整个全球的市场 首先你看到欧洲市场 汽车的销量开始逐渐出现下滑 还有呢整个的北美市场 你会发现北美市场是因为以前整个的美元货币购买力在持续的增加 然后呢日币在持续的变值 所以说在美国去买日本车当时是非常便宜 日本呢也是因为北美市场的疯狂增加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丰田还是本田 它在前一两年整个的一个年报和季报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市场可以说从去年年初就开始一直打价格战嘛 你可以看到宝马宣布推出价格战以后整体的一个销量再次打了一个7折 甚至可以说在年底的时候宝马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善 它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被打固折 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很多新能源汽车其实已经开始真的非常的优秀 你从一个使用者的一个体验感受 确实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优于传统的能源汽车 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体的这些奢侈品的一个消费 从去年到现在的话 整个的欧洲奢侈品牌股价都在出现了几乎于腰斩的一个情况 而且我们细分整个美国8月份的CPI数据 你会发现随着整个的石油下降 然后呢但是它的核心CPI还是出现了一个上涨 因为你刨除了食物和能源 他们很多东西是不可控的 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去考虑为什么每年或者是每十几年会出现经济问题 或者出现经济危机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解决债务 美国每次都是把债务去隐藏在危机中 然后当危机出现以后又把这个债务去转移给其他国家 我们首先要了解 首先这个债务的增长 它肯定是因为有泡沫 泡沫又是因为杠杆去催起来的 这种情况下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很多的时候外媒会把国内的房地产或者是国内的股市 甚至呢一些其他的市场去批判的义无是处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房地产的市场的杠杆一直都在下降 从18年的时候现在已经降到6年 可以说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没有多大的风险 那么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消费的信心 消费的信心其实你会发现从去年到现在大家整个的消费意愿是偏低的 也就是说你从这种基础用品来说 大家开始买的越来越便宜 但是呢大家喜欢去提前的还贷 还贷呢也就意味着你整体手里持有的资金降低 可是我们要去刺激内需如何去刺激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这种家电的移旧换新去更新的一个频次 还有呢就是汽车据说的话现在可能降首付比如说10万块钱的汽车 那么首付的比例可能5000块钱就可以把这个汽车买走 然后呢分五期分这个五年期 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促销 然后呢去让你有这种消费的欲望 那么再有就是如何刺激整个的投资市场获得一个回报率 而不是说单纯的整个的市场只能选择过债 那么2%这个收益其实继续下降的话 那么市场就会出现这种伪通缩的一个现象 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提一下中国股市 因为都说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就是在股市上反映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50的这些成分股 其实一直都在拖着整个的股票指出 从现在的2700多点对比年初的2600多点来看 很多的中小盘股票甚至比年初的时候还跌幅超过了20% 甚至很多人都去疑惑到底什么人可以在股市里挣钱 可是恰恰是一些买到了优质资源的 比如说银行股或者能源股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上证50的一些成分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盈利 甚至盈利都达到了30% 那么为什么普通的投资者不愿意去购买 很多的投资者都被乱花迷了眼 一些不好的股票总会去给你吹一些什么奇特的故事 说我要和谁合作了 我未来的市场增长如何 但是你发现今年涨幅最好的银行股从来不会去讲任何的故事 它只是去往外放贷 然后西楚中间挣这一份的西茶 它也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 而且它的适应率也可以低 但是它一直都在挣钱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优良资产不需要它去讲任何故事去包装 但是很多人去相信了一些被包装过的故事 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去亏钱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中国银行或者是所谓的建设银行 或者其他的大行 总共的市值是1万多亿 而且它的适应率你这么计算的话 其实三年到六年的时间就可以回本 为什么外国的资产不疯狂的永不去买中国的银行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百分之百持股了中国的这些银行 你可以说赚的盆满膜 那么我们就其中涉及到了贸易的保护 或者说我们又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壁垒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对你整个的投资是有一定的 就是怎么说呢 更深远的影响 未来的话 当这个二八转型的时候 你就知道整个的经济复苏 或者是经济整个的走向到底是在如何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